香港人不想消費已成為了新常態 其中最近去到深圳的山武超市購物 更加是最新的熱點 最近還出現了包車不想的山武購物團 四個人一輛車 每個人來回是360元 收完貨 連人帶貨送回家 香港的小店鬥不過這些大型的超市 可以怎麼辦呢 有人在索性投入這一股熱潮 幫人在山武訂貨來到香港買 操作下 還開盲目市 究竟深圳的大型超市 為什麼對香港人來說這麼有吸引力呢 香港自己又做不做到呢 香港01全面為大家解構這一股山武旋風 港人北上熱潮未減 最近更加刮起了山武旋風 山武超市成為了深圳新的熱門景點 更加出現了很多山武代購團 山武購物團等等 幾乎每天都成團 我們的記者日前就報名參加包車北上的豪華山武購物團 四人一車來回收360元 大團令隊更加會帶我們入山武超市 團員不用自己搞會員卡 可以行夠4小時 卡車更加可以直接把一箱箱的戰利品車回家 成為了新的山武商機 記者在11月18日早早8點20分 在元朗地鐵站上車之後 大約25分鐘就到了深圳灣口岸了 說香港關的時候不用下車 通關都十分之通順 不過去到內地關口就要下車拿證件過關了 但都不用太久 準時9點鐘就到了位於深圳前海的山武超市旗艦店 走進山武超市之後 門口的店員和領隊就說 一張卡除了本人之外 只可以帶3個成年人而已 而且給錢的時候需要有遲卡人在場 還說可以現場直接整一張卡 我們的記者就實測過 現場整卡的話就需要回鄉證和內地手機號碼 流程就大約要5分鐘 一般會員卡年費就要260元人民幣 這天早早9點鐘的山武超市 已經有不少人流了 走到熟食區和生鮮區 有一個大閘蟹的獨立攤位 店員就介紹說 陽晴湖的大閘蟹很受香港人的追捧 原本他們這個攤位都已經收了 但因為太多香港人來買 又擺出來 打算擺到11月底 店員就說 有香港的顧客說 最多帶30隻過關都沒有問題 說很多香港人來買 據了解 因為香港人大量湧入山武超市 山武的店員都會很貼心地提醒香港人 可以在埋單的時候要冷凍冰塊 保持產品的新鮮 我們的記者觀察到 現在很多山武代購團 都是以零食、水果和飲品、糕點為主 但時不時都會寄出 代購冷凍食品的額外服務 也都很受香港人的歡迎 有店員就介紹 由今年2月通關開始 就有很多香港人過來 他說這個是很正常的現象 因為在這裡的消費沒有香港那麼高 店員就說 自己曾經見到 由香港人去到山武超市 看到價錢之後一直在笑 他問對方笑什麼 對方就說 因為價格很便宜 抵到你笑 根據記者的觀察發現 除了有些品牌的清潔用品 在山武買更加便宜之外 山武超市都有不少商品的便宜 即是便宜價版 有店員就介紹 超市裡有一款厚切豬扒 很受顧客的歡迎 有香港的顧客說 在香港買類似的產品都要120多元 來到這裡只是60多元 便宜了50多元 不過山武超市的商品 到底便宜過香港多少呢? 我們的記者就比較了 以清潔用品為例 山武超市出售的威露氏消毒洗衣液 是30元2.5kg 雖然比在香港出售的3L 用量比較少 但除開都是山武超市便宜些 至於同容量的虎頭牌檸檬洗結晶 香港便賣平均高過20元一支 山武超市便賣大約14.5元一支 但也不是所有東西 山武超市便宜過香港 以食品為例 這盒能多億瓶果可可醬 在網購平台HKTVmall上買便更划 而美綠麥芽朱古力粉漬蔥飲品 在白街超市買便更便宜 負責豪華山武團的中港車司機便說 現在開始出現了不少北上包團 去深圳前海山武旗艦店的黑人 但因為要車的貨比較多 7人座 但只能接到4人單 單次過去就700元港幣 內匯就1400元 4個人平均分的話 一個人都要350元港幣 由此可見 豪華山武團大部分的經費都用在車資上 除了參團 自行去深圳前海山武旗艦店的旅客 就可以由深圳灣口岸打車 內匯價格就大約在60至80元人民幣左右 付費巴士方面 港九新界巴士線單程或雙程就60元起 由香港經深圳灣口岸 前往前海山武搬到港灣的巴士 分別就有5條的巴士路線 分別是港島線、山界線、東九龍線和西九龍巴士線 另外還有機場和海洋公園上車站 值得一提的是 深圳Costco有傳在明年1月開幕 不少香港人已經期待很久了 我們的記者都觀察到有團友 很興奮地說到到時要不要去做會員 更說香港因為寸金赤土 沒辦法找到這麼大的商場可以走 因為我八月尾開始有 同時間有千多人進來 然後群組就開始發酵這個山武的地方 然後越來越多人就開始跟著我的模式去代表 其實跟大家拉車仔沒有分別 只不過我有一個車 我買的東西可以多元快些 不只是限利某幾種產品 所以就開始進來 連山武自己也買到沒有 小節積食食品、日用品、大字家庭電器 都可以幫你運回來香港 只要上Facebook搜尋一下 就找到不少山武代舊群組 本身有正職的李先生 從今年8月起著手經營這個兼職生意 主打幫人由深圳的倉柱式超市 即是山武超市入貨 每次做幾千至一萬元生意 收一成至兩成運費 這種服務瞬間掀起熱潮 他都說想不到會這麼受歡迎 你可能會問香港也有得買 為何特意托人上深圳買 李先生就這樣回答 香港是買到的 只不過他那個價錢可能是不少 小哈羅 當日買是五百元人民幣 在香港的圈圈是三千元 一和一樣的 一和一樣的 我截圈了 給大家看 總之在香港某些店舖是三千元 在山武買 李先生就說自己有車一次可以運大量貨 也借上拍檔的凍肉店做實體店 相比其他代舊有優勢 謝謝你 他會將這門生意視為輔助性質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顧客 帶動本地商場的人流 上山武爆買已經成為了熱潮 既然有市場 香港又可不可以發展類似的大型會員制超市呢 其實早在90年代 香港都出現過大型的倉儲式超市 加樂福 不過最終就不敵競爭 退出了香港市場 立法會議員 鴻文就表示 香港如果要發展這些大型的超市 其實困難都不少 一來因為山武的經營規模龐大 在香港如果要找這麼大的地方 就一定是自建物業 也即刻說要向政府申請地皮 最少要等10年 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 莊泰良也認為 香港地小 租金貴 最終生武可能很難在香港找到合適的地方 而且沿用內地的開電模式 香港的消費人口也不如內地的多 帶量一科的模式可能未必會普及 接著 感谢观看